好 一來南方澳大橋在今天是正式的走入歷史了 工作人員派出全台最大的海上作業平台船 在凌晨3點05分把這高達300多公噸的橋拱 順利的切除掉離航道 那麼這總重高達400公噸的漁船266號 也在上午6點鐘完成吊掛 這船體跟橋拱已經在上午10點鐘被拖往8號漁港 趕在中午之前要解除封港 工作人員輪番上陣 南方澳大橋斷橋後第十天 300多公噸的橋拱拆除作業 10號凌晨3點05分開始起調 花了將近整整20小時 工人們深夜裡爬上梯子 橋拱切除冒出陣陣火花 拼命趕工就是因為進度多次被延宕 原本預定在9號下午進行港拱切割 晚上開始將橋拱掉離航道 前置作業卻受到大雨影響 時間一延再延 進度一拖再拖 最後派出全台最大的海上作業平台船 徹夜將橋拱一個一個清除 才終於趕在天亮前將西側拱橋的Y型梁柱 順利切割起調 現在我們這個船 它會進水平衡之後 就會開始往8號碼頭移動 我們預定今天早上10點鐘 會到達8號碼頭 而總重高達400公噸的漁船266號 也在早上6點完成吊掛 工人繼續趕工 力拼趕在中午前解除封港 南方澳大橋國慶日正式走入歷史 記者李建和彭于珍 宜蘭採訪報導 全運輝 那是什麼好看嗎 本來的同學 韋魏太遠 沒差 你沒來 我也會從第一 韋魏太遠 韋魏太遠 在哪都照打 有差嗎 所以差別是 差在我們筆記下 筆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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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在 你看完就有差 記下 筆記下 筆記下